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工作属性也很倒霉 就每个周末节假日我们都要演出 和女朋友基本休息不到一起 我女朋友都很诧异 说莫南 就跟你在一起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一个人啊 竟然可以在没有钱 也没有事业的同时 还没有时间 真是绝了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一应俱全的同时 每一块还都短了这么歇斯底里 我经常感觉 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 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都得惊叹 说呀 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我就纳闷 为什么人的优点 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缺点 竟然可以一点排异反应都没有 很容易就做到五毒俱全 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玩 一个丧尸主题的密室逃脱 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 世界末日的背景下 我竟然能够做到 在比其他人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在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 其他男孩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 端着枪跟丧尸激战正憨 只有我一个人 把枪落在了门口大厅的沙发上 我女朋友都看傻了 说怎么 叶问啊 丧尸奔涌出来 给我逼到墙角 看到我手里空空如也 他都给整不会了 因为我得把他杀死 这个剧情才能够推进下去 找了大哥比我还着急呀 我俩面面相去 他都开始说人话了 你枪呢 可以掏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在那兜里呢 我也有点扭捏了 我说今天来的是有点匆忙 不过您看这样行吗 我对婚姻的焦虑其实也来于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 我对婚姻的欲望 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 你从微信名能感觉到 其泰然妈妈微信名 谈香深处 宁静致远 幸福每一天 我妈微信名就三个字 没必要 AKA No Need 说莫南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还怎么 心无旁骛的给妈妈养老啊 就住在家里 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 他洗衣服你做饭 两个巨婴都在家里 给我玩这个乌鸦反补 好吧 养尊处优这么些年 也该补上劳动这一刻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 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 都不可能问出了一句话 我说妈 那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呀 我妈哈哈大笑 双方男 谁还管得了你呀 实在不放心 你走我前面也行 我现在都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有我妈这种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心态 就不催婚 甚至再决绝一点 能够拿出当年阻挠咱们早恋的那个劲头 来阻挠咱们的婚姻 咱们结婚率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 因为结婚就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 最叛逆 最摇滚 最摇滚 最先锋的事情 音乐节上 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 就在那拜天地 就在那哭呀 可以 你准备好了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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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顶着顶着顶着 顶着顶着顶着 其中一个大哥腰杆挺直 掏出一个结婚证 旁边都吓坏了 说这东西现在可是很难搞到的呀 不愧是玩死亡金属的 这你爸妈不得疯了 大哥摆摆手 这才哪儿到哪儿 年底 我把孙子都抱上 既然有头目来起来 大家好 我是周希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情生活吧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我跟我前女友啊 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说实话呀 她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 很简单 就因为我是双子座 她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是渣男 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啊 生在5月21号 就是双子座 就是渣男 但如果生在5月20号 就是金牛座 就是专一的代表 就感觉在20号那天晚上 让人想通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 我荣马一生为了谁 我能爱几回 恨几回 是吧 所以她不信任我 她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特别的敏感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不能笑 我一旦边打字边笑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诶 是哪个小妖精 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 然后她会就把头凑过来 谁呀 我说怎么 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有点什么 就在她这儿啊 对她忠诚 就是发微信 不能笑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什么叫忠孝不能两拳 哆怒 小妖精堕落了 有点堕落了 为了比赛嘛 为了比赛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她面前真的特别小心 我记得有一次她把她闺蜜带过来 介绍我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坐那儿 闺蜜坐我对面 她坐我旁边 她闺蜜真的很漂亮 就漂亮到当时 我心里有一个小人对着他 但是我还有起码的道德感 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一直忍着没有看她闺蜜 我就看着我女朋友 然后我心里想 看她 不要看她闺蜜 她肯定在看我 是不是在看她闺蜜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一眼 先假装看那拙 真好看 什么老师真的稳 对 真的哪怕我已经这么小心了 但最后我俩还是分手 没有用 还是分手 所以那阵我是挺伤心的 我就想回到东北老家散散心 顺便也陪陪我爸 结果这证明是一个特别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爸呀 就经常愿意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尤其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就是我俩坐那吃饭 然后吃着吃着 一点联系没有了 连主语都没有 我说谁呀 你俩呀 我说啊 没联系了 没联系 微信删了 删了 哎呀爸 别说了吃饭吧 别聊这个 哎 你可招点急吧 啊 三十三了 明年四十了 我说爸 你这是咋算的 你要这么算下去 我能走你前头 是吧 还好 我平常总喝金点有机奶 每百毫升 含三点八克原生乳蛋白 营养又健康 我说爸 你也喝点 咱俩争取都晚点走 都晚点走 你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后面是一个商务 就跟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还能知道 我前任的消息 就在今年 有一次我跟我前任 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俩在那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呢 他突然问我 都说哎 那谁结婚了 你知道吧 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不知道为啥 就在我的认知里呀 就总感觉前任 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他不应该没人要 开玩笑 这太得罪人了 开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很懵 我说 这么快吗 我说不知道 他没联系 他说啊 没联系 没联系那算 那你想看照片 我说看不看都行 但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小人说 你倒是往外拿呀 是吧 我想看 快点快点 然后我这哥们就 掏出手机来给我看 他在我前任婚礼上拍的照片 我一张一张在那翻 我表面上翻得很快 但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我就想在我前任脸上 找一种表情 找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 我才意识到上一个人有多好 我爱的是上一个人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点后悔了 一点这种表情都没有 怎么说呢 他太会伪装了 会到让人心疼 所以我把手机还回去 我说挺好 看着挺幸福 幸福就好 对了 他老公是干啥的 不要小瞧这简单的一句话 当时我心里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地对着他老公喊 过来呀 他老公过来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是一个投资人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去欧洲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再看我心里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有人杀人啊 分手以后 我是想过 我的前任可能会过得好 但他过得有点太好了 就他的好伤害到了我 让我觉得啊 我原来只是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他把我踢开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站在他的面前 跟他说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现在上了脱口秀大会 也是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你老公投资我 不会错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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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观众还好帅 来了一个盲人 最近在比赛嘛 压力就特别的大 然后前两天回了一趟家 回家之后 遇到了一个特别魔幻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们节目是一个 非常有文化的节目嘛 但没想到我奶奶 八十多了 没有上过学 天天看我们节目 就我直接回家跟我说 我现在天天看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你们讲的那些段子呀 都特别的有文化 我说奶奶 您骂人还挺脏的 确实没少看 我奶奶看完节目之后 她就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了嘛 但我现在每次回家 不变的是 她还是会催我赶紧谈恋爱结婚 我又会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跟我奶奶说 我说奶奶 我现在是一个爱豆 爱豆不能谈恋爱 我奶奶说 你别骗我 他们谈的恋爱还少吗 我奶奶真的看我们节目 最魔幻的是 她竟然还是杨丽的粉丝 一个山东老太太喜欢杨丽的段子 我当时就特别的震惊 我就想 啊 我奶奶该不会是要上桌吃饭了吧 我说我说 我说这段节目我觉得还是很好 开玩笑 开玩笑 首先这些漏洗澡就没有了 其次就是我奶奶 说完她喜欢杨丽之后 接着又问了我一句 杨丽今年多大呀 我说啊 我说那个比我大四岁 我奶奶说啊 大一点好 大一点会疼人 就别人都是喜欢杨丽会骂人 我奶奶喜欢杨丽会疼人 就确实杨丽骂人可疼了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恋爱嘛 我没有谈过恋爱 我分析原因是这样 有两个 第一就是我发现 我只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但最近不喜欢我的人太多了 我有点喜欢不过来了 都快成海王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很容易遭到一些打击 变得不自信 就你们看我今天这个打扮 也看得出来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最近在走这个时尚路线 真的我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 真的去买了一些潮牌 然后去的时候 为了让我自己看上去 是经常消费这种品牌的样子 还故意专门穿了一件 那个品牌的衣服 然后再去逛那个品牌的店 结果进去之后 直接就被当成了店员 最让我生气的是 我被当成店员的时候 裤子和鞋还印着 其他品牌的logo 就你们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有个人感觉是 这个人就是喜欢混搭 我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就给人感觉是 这个人 他打两份功 我很难通过买衣服 获得自信 我这个人太不擅长买衣服了 我经常买衣服的时候 就是在店里面 试着是合适的 觉得这也太好看了 一阳千玺 回到加塞招经的一看 张博洋 时间长了 就导致我现在 每次打开衣柜之后 都会发出一种感慨 就是怎么这 世界上丑的衣服 都让我一个人给买了 你们也买一点 又被踩上了 后来我明白 为什么其他人都不买了 因为我发现 他们都下载了 小红书APP 来小红书APP 不仅有时尚 还有男生喜欢的 游戏 运动 幽默 各种生活方式 不得不说这种 既时尚又幽默的APP 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我现在特别爱看 恋爱综艺 那种感觉 就跟上学的时候 是一样的 就班里有人送个情书 你也要跟着去 就自己谈不上恋爱 就爱跟着掺和 我从小就特别爱掺和这事 如果有人要去 隔壁班送个情书的话 我就站出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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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去 我跑得快 十分钟能送三趟 我跟着你去 我帮你看着他们班主任 那时候老师经常说 爱是克制 不是放肆 但是当时的我来讲 爱是放风 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游戏的话 我就是里面的NPC 我也是特别渴望爱情的 我觉得甜甜的恋爱 可以抵御生活中 所有的苦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在比赛期间 去谈一场恋爱 因为我打算在情场 跟赛场之间 做一个风险对冲 就如果恋爱成功的话 比赛即使被淘汰 我也不难过 如果恋爱失败了 那么恋爱的苦 就会盖过淘汰的苦 而以我这个长相 你们也看得出来 我又特别擅长吃爱情的苦 对我来讲 擅长吃的苦都不叫苦 那是我生活的舒适区 希望大家好好吃 谢谢你们 谢谢